台上認真簡報 台下仔細聆聽 來自信義區的各階層人士 起居一堂 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讓攸關信義區發展的 參與市預算著名大會 多了許多不同的聲音 我想要親自體驗這個 參與市預算 是一個怎麼樣的活動 因為畢竟這個很新鮮 那我自己特別關係 有關信義區的文史的發展 因為我們信義區 常常被人家績笑說 是沒有歷史的地方 但它真的沒有歷史 是我們有沒有用心去發掘 不論是老師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現在都在宣傳 那其實我們在課場上講很多 然後其實這種事情就是 你喜歡揪朋友陪你一起來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 就積極推動民眾加入 參與市預算 12個行政區 也將會陸續舉辦著名大會 邀請有興趣的民眾 經過學習 針對不同議題分組討論 最終票選出有興趣的專案 再向市府爭取預算 地方上會產生某些議題 有些時候是因為 會長久存在的一些問題爆發出來的 民眾會有他們的一些想法 然後去想一些的解決的方法 我覺得這個也是也是蠻正常的 相信在柯市長這樣子一個 全民參與的一個理念之下 所有的人對於自己的社區 最來投入關心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聰明參與 跟提案的部分呢 可以更落實他們的需求 這場在信義區公所舉辦的 參與市預算大會 總共有55位民眾參與 大家針對不同公共議題 集思廣益 互相討論 藉此喚起大家 對信義區發展的想法 讓居民作主 共同決定未來 開播到台北書類新聞 曹德華 採訪報導 今天的錦 click My people will be strong 都會應該